你好,想弄点啥? 你好,我这有三枚三千万的金币,不知道你手机手不及 三枚三千万的金币? 对,我能上手看看吗? 可以看看 这是一个 这是元大头 金币 元大头金币 三个 三个三千万还是一个三千万? 三个 三个三千万 一个一千万 对,但是这是把年轻的价格 八年前的价格 八年前人家一个给你报一千万 给阿姨报一千万 等于说这三块你说的金币是你爷爷的藏品 对 现在老爷子给你了 给我了,老爷子去年不带我 那看来这也算是传家宝了 肯定传家宝啊 三千万 老爷子给你说的 八年前有人给他报一个一千万 对,俺全家都知道 他说了谁对的好 就给这 我叫阿姨照顾的非常好 哎呀,你照顾老爷子 最后老爷子把这东西给你了 对 哎呀,这一个一千万 这是元大头啊 是的,不过我挺若这股东都会越来越贵 这八年那价格你得给我再搞一点 你先别着急 你听我给你讲一讲啊 你看这上面中华民国十年 这个是民国九年 这个是民国八年 对一套 你再看一下背面 这个面值 一元的面值 能明白吗 对对对 如果说啊 把这种材质换成银 就是银元 元大头 但是这黄金呢 如果说是一元的面值 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不对 为啥 为啥 在民国的时候 有没有铸造过 就是元世凯头像的这种金币呢 还真确实铸造过 但是他那个面值是五十元 明白吗 面值是五十元 然后壁面还比较小 没有这个正常的大头大 这个就跟银元一样 只是材质不一样 并且这个东西也不是黄金 这一看就是黄铜啊 虽然是黄颜色 但是这浅黄啊 黄金的话得是金黄金黄的 这是假的 假的 那你跟我说是哪一年造的假 哪一年造的假 从这个壁面的材质来看的话 我觉得吧 应该是最近二十年造的假 好了 我跟你说啊 你这一套红那些 新书爱性 你红我红不住 两个点啊 第一个点 应该有银元对吧 对 从骨质紧 有紧了 都得有银了 还得有铜了 对 咱可能银元没有紧银呢 第二个原因 你说二十年 刚才你说了 俺爷八十四岁 去年来周八十二 在他手上都八十二年了 你给我说二十年 哎呀 你的意思 这是你爷爷的东西 那就得是八十年前的东西吗 那肯定要他八十六岁了 有没有可能老爷子生前喜欢逛古玩街 这些东西是在古玩街逃回来的 那这我不清楚 不清楚 那我不管你从哪来的 你既然来我店里了 我就看食物 我就说材质不是金 是铜 并且这些东西也不是老的 这也就是现代的工艺品 你别说一个一千万 我觉得吧 一个十块钱也不一定有人要你的 室院 对 不是锦院 不不不不 你想差了 这就是你出的价 对 这就是我出的价 好了吧 好了吧 你叫我气猛了 你这种人心太黑 我跟你说 我这个一个一千万 北京博物馆都不一定有 你去北京博物馆还得买名票 才能看到什么 我跟你讲 就别说上手抹了 我跟你讲 你去北京博物馆确实没有这样的 对呀 因为最起码人家博物馆里面得收藏真的呀 这是假的 人家谁收藏 哎呀 他拔着去了 到你那是家来了 我都不信 哎 行行行行行 您好 想弄点啥 你看这玩意值钱不值钱 啥东西啊这是 以前的大洋 以前的大洋 我先打开瞅瞅 这还不少啊 一百块整 一百块 对 这一块是五十块 这一块是五十块 我的天呀 从哪来这么多啊 这都是跟二爷的宝贝 你二爷 二爷爷的 你二爷爷的都给你了 对呀 这我卖了呀 让你卖呢 用那轮的我卖吧 我实际上给你讲一下 二爷这个人 年轻的时候打无了 他无儿无女 都是没结婚 二爷爷没结婚 无儿无女 现在他希望我 他将让我给他养老 让你给他养老 他的意思 闲着等于卖了 看够不够养老钱 他说是够 但是我得留个血 因为我还把 二爷现在还年轻多了 才七十多岁 我这随便养样的 养个十来年 我还把钱摆不够了 明白了 明白了 你的意思 现在 二爷爷 无儿无女 但是他留的有这个银元 对 然后把这些银元给你 然后让你给他养老 那也行啊 自己二爷爷呢 你也别接 行上 我一钱不够了 我可不够接这货 他我得养了十来年 你也不能吃亏 对 这不是小事 舔来吃我了 喝我了 这咋东 哎呦 那我估计应该是差不多吧 你知道这 一百块银元是吧 即便都是这种普通的大头 现在一块 一千 你现在这玩意 咋真的贵的 以前我小时候卖的过五六块 一个二三十 怎么卖了 二三十 那你小时候估计最起码得二十年前了 差不多 那你二十年前一块也就一两百 你卖一二十估计是人家骗你了 小朋友那是不懂 对啊 那小孩人也肯定不会给你高价 那反正这东西确实能值钱 你二爷爷总共是一百块 不是的 还有二百块的 还有两百块 对 他总共三百多块 我的天呀 那你二爷爷这存货不少啊 这我卖十万块钱啊 你这样说 那你这最低是十万啊 那如果说是里面带版别啊 或者啥的 那肯定价格又更高了 这种啊 我算了一笔洗澡 我二爷 管活十年吧 我现在给他算 活着八十岁 他一年 我给他花一万块钱 也总了 这三十万 我管留着自己好了 我的天呀 那你二爷爷把这传家宝都给你了 你怎么着 你不得对他好点 这老头我跟你说 随便给他 给他饭 给我他吃 给我他喝来不就行了吗 哎呦 那你这 还吃不着啥好东西 那你这弄得 有点太寒酸了 不寒酸 我这个人 二爷看我出名 他知道我要挣钱 没想到我挣那么多 我挣了二十块 我的天呀 那你这今天拿过来是 就要准备出手了 对 这十万钱卖了 明天再给他 养到二十万要费 那你先 先照顾老人吧 你对老人好 我估计老人肯定 最后把这些 剩下的音乐 肯定都给你 我想跟他说不直接 钱不够 我再给他要二百 二百块拿过来 我不是够缓了 散热了 烟雾干 过小杂一阵子 那你小杂一阵子 到时候 那你二爷爷到谁 谁照顾呀 我照顾 你照顾 你没钱了到时候咋弄 我吃啥 他吃啥不就行了吗 你行 慢慢来 慢慢来 你不能一下卖完 你先卖这一百块吧 卖这一百块 然后呢 好好对你 照顾你二爷爷 好好带老人 我没想到这老网贵 手里 那也都活不胃的 哎那你不能这样说 你二爷爷啊 你这这弄的 这是吧 我再看看这边 我看看这边 懂我觉得是谁的 都是真的 那我看着也没啥问题 确实 确实一眼开门 你这二爷爷以前是干啥的 这咋放这么多银员啊 我也不知道干啥的 你那时候是不少挣 我忙着挣钱了 都是没结婚 找这个女的他不愿意 找那个女的不愿意 最后想结婚了 你也不喜欢他了 哦 那你这啥也不说了 我给你 一块挑挑版别 然后呢 如果有版别的给你挑出来 因为刚才说的这个 一千块钱一块呢 是普通的价格 龙的吃钱 龙的吃钱啊 这里面我没看到有龙的呀 那二百块 有一百块是带龙的呀 一百块都是龙的 对 我大天的 那龙的吃钱 最低都两三千 那贵的一两万一个都有 我买五十万 我洗衣服就洗弄了 我回去带号 给他锁住 给他买的好吃的呀 别着急 别着急 好好带老人 最后都是你的 你真要是说 你再把东西给弄过来了 然后你卖了 你再消洒完了 到时候老人咋弄 老板你才迷的 这五十万先揣着斗的 是这样的 说不定拿钱 看我不孝顺了 他找其他人养老去了 我说五十万不是得不到 老板 那你孝顺那不就完了 对不对 没好吃的 那行那行 我先给你挑挑板吧 好吧 老板 老板你给我看看 阿媳妇这 嫁妆银员值不值钱 如果说不值一 千块钱的话 这我让阿媳妇 嗨点嗨 嫁妆银员的话 一般多少能值点钱 这样 我先上手瞅瞅 阿媳妇 她的属于那 来三天不打上枪 解娃了人 广大那偏利东西 糊弄我 你说这 老正那口门的人 他都会拿着 直接的东西 赔价吗 银员看起来没啥问题 都是公博评级的高分 MS64家 开国小偷 上面是孙中山 车轮转光 品相也非常好 你老丈人怎么说呢 也不算抠门吧 这品相也挺好 再说 刚才听你说 这打媳妇 这不太好吧 现在娶个媳妇那么难 他都改恋 你知道不知道 这阿刚结婚的时候 他出去上门 他一个月挣四千块钱 都是一发了工资 都是李妈带乖乖的 四千块钱都带给我交过来 全部给你完 他答应来给我了 他不给我 他一个女的 他拿钱的 是不是 那这媳妇挺好啊 这挣了钱都给你 合是合 你看 说最近前几个月吧 以前都是给四千 现在前几个月吧 他给三千五 我说咱们的 他说他也得消费 然后现在到这个月吧 这都结合了 他现在一毛钱也没有给了 我问他扎回这 他说来 他老板给他 没有发工资 拖欠住了 你要他不带给吗 我的天啊 老哥你这不行啊 这就因为 媳妇工资还没发下来 你就打媳妇 他都带给 他都不知道 他钱到底发没有 谁知道啊 不是咱作为男的 说实话 你不能说光张嘴 给媳妇要钱啊 这儿赶紧说好嘞 咱俩结婚之前都说好嘞 啊 结了婚 他得养我 他自己出去上班挣钱 咱们上班 结了婚 你媳妇养你 啊 他出去上班 你不上班 你不工作 那必须的啊 他按照这儿 结婚之间说好嘞 我的天啊 老哥咱做人 不能做这样的人啊 你作为男人 咱不得出去挣钱吗 你跟我说 你说那都不是 那都是没有本事的人 像我这家庭的一位 文顾了很 都是他在出去 我挣钱 我姐要钱的 他姐管管的 叫他爸给我拿过来的 嫁妆爷爷给我拿过来的 找我钱 卖了看钱 叫我华拙 看这关知己钱 外贱不管 工资没发 然后说 先把这个卖了 现在你卖的钱 你先拿点花 我的天呀 你这这么好的媳妇 你不好好珍惜 还天天打她 这怎么能行 他不给钱 他都得给打 不给钱都得给打 一千块钱 我估计你是小看 你老丈人了 你要是普通的 这个开国小头啊 确实价格不高 因为这个小头银员 在这个 咱们国内的这个老银员里面 价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种 他不是普通的小头 车轮转光 没有流通痕迹啊 公伯给的是 MS64加的高分 像这种就非常非常难得了 能达到这种级别的 一百块里面 顶多有个一两块 像这种价格就高了 一般像这种 一百两千到三千左右 即便你今天给我的话 这一块我也能给你两千块钱 没啥问题 就是一个关 只两千块钱 对啊 这两个就是四千 这还不少 四千 你赶紧给我手牢吧 欠给我 不是老哥 我刚才听你说 这是你媳妇的 嫁妆姻缘啊 老丈人给的啊 对啊 这嫁妆姻缘一般 搁家里可都是当 传家保留着了 你这就因为 他这个月 他没有给我发工资 他他赶紧 你赶紧我手牢吧 赶紧 我要钱 得全哥们吃饭你来 不是老哥 就你媳妇一个月没发工资 就要卖嫁妆饮员 这不合适吧 你平常没有存款吗 存款的是 存款 他给我来不是正好 够我一个月开始了吗 啊 这个月 这个月花完 下个月再给你媳妇要 对啊 他下个月他发了工资 他再给我拐拐脚来啊 我的天呀 你这也是极品呀 自己不上班 你媳妇给你的钱 你的花花 失色啊 刚才听你也说了 这是你媳妇的嫁妆姻缘 你要卖这个呢 领着你媳妇一起来 我能收 你现在自己来 我还真收不了 再说了 这东西刚才就说了 这是一般都是传家保 就为了眼前 就是为了请朋友吃顿饭啥的 就卖这个 真不合适 是 这东西我收不了 收不了 再说老哥 我有啥说啥的 现在 现在娶个媳妇这么难 你还有了媳妇 你还不好好珍惜 你还天天打 是不是 我还不懂 你去其他地方卖吧 这还不多 我可能全有比的 这听说黄金可 张家不少啊 我准备叫俺老太爷 留下来的金服 卖给你 老太爷留下来的金服 对 我在家成功了 两斤黄金 重量 两斤黄金 对对对对 老太爷能留下来 黄金的金服 那看来你们家祖上 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 确实是祖家 其次啊 这还在给佛有缘 跟佛有缘 对 我听俺老太爷 就是一辈一辈 穿上来的索量 之前在俺太爷期间 那不是乱吗 俺俺老太爷就去 少林寺党和尚 在少林寺出家 做和尚 对对对 俺老太爷这个人 非常崇明 审得党是他们的祖室 就是 就是 方丈 对就是老姨 习化 昨天就准备 把老太爷提拔为 这个候选结盘人了 但是老太爷 以着没有知识 知意要 换书 换书 对 按那个 那个注释啊 建设万六 但是没有办法 一周指价 就送了一个 警服 赶老太爷 你的意思 这尊金服 是少林寺的 这个方丈 送给你老太爷的 对 就那个大领导 他说了 你属于说 换书了 咱们也有 书甲地址 对 你一说 警服啊 你还别忘了 这个 就是学类统集 哦 你的意思 这老太爷 还是方丈的爱徒 那肯定了 哎 就是凡熟的时候 还专一专门 给他打造了 一个金服 你想想啊 两斤换银 并不是说 任斗油了呀 肯定特别喜欢他 那我林导 确实重量 应该是两斤左右 成过了 两斤 两斤 嗯 那等于说 就是拿过来之后 就是一直当 传家宝 那肯定啊 传到现在 对对对 哎呀 你想卖多少钱 想卖多少钱 我想那现在 你看 一公斤的话 不得个 一百万 黄金 一公斤 一百万 那不对 你就按现在 黄金五百块钱 一克 一公斤的话 是一千克 那应该是五十万呀 对不对 有那个 股东的那个啥东西吗 不能去你卖啊 哦 你的意思就是 那老太爷 那一辈应该是民国 对 反正就是比较战乱 那时候 对 放到这么长时间了 有一个古董的价值 那肯定啊 老董于 不都得比 行董于贵吗 那确实 那真要是 以前的金佛 古代的 那确实 它肯定是 比现在的金子 要值钱 对对对 但是我看着吧 我看着这个颜色 不太对 咋不太对 咋不太对 要是黄金的话 应该比这个颜色 更金黄 这有点像黄铜 会不会是 当时方丈啊 给你老太爷 这个佛像是铜的 那不可能 不是杂物事吧 有没有这个东西 到安家之后啊 椅子就是好颜布 椅子都是用心溜村着的 可能就是 时间超了 那你找东西 你插杂就好了 不对 不对 你看这里 生绿绣了 还有底部 也有绿绣 如果是黄金的 它肯定不会生绿绣啊 黄金不会氧化的 放多长时间 它都不会氧化 另外啊 我刚才看这个 这个背上面的地方 你看 这会不会 这黄颜色 是刷上的铜漆 或者啥的 你看这 那这不会吧 安徒兰一带一带 锁的都是紧附 这不是刷漆的时候 留下来 这个痕迹 会不会是 这个我还不懂 反正都 锁的都是紧附 会不会是 紧附 国区类这个 黄金补村的 不是不是 说实话啊 你要问其他的 就是玩银元的 看这个 估计还真看不懂 但是我能断定 这东西 它肯定不是黄金 我以前搞过手势啊 你就这么大个的 我看着 它还这么厚 如果是金的 它不单单是两斤了 我估计四斤 也打不住 最起码得五斤 那会不会 含银量不够 就你说了 一半的黄金 哪来的含银量啊 含银量 一半的黄金 那跟金子 没有一点关系 颜色也不对 再看一个 它这个 这个底部吧 这个包浆 这我觉得它也不老 它也不老 虽然有点绿秀吧 这绿秀的时间也不长 这也不是老的 我觉得这东西吧 只能算是你们家的佛像 但是跟金佛 一点都不沾边 你这说了 起来把了 我也不太懂 你这样吧 你能看多少钱 你能要吧 价格不都贪了吗 多少钱我能要 多少钱我都不能要 为啥 因为我是玩银元的 我不玩这东西 再说这也不是老的 我要不了 不好意思 你给我估个价吧 你既然来你店里了 大高原来 估个价 那我觉得 像这种东西 你怎么着 不得个 四五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 对啊 那你这样吧 你别四五百了 你给我一钱吧 一千块钱卖给我 对对对 我要不了 我不要 多少钱我都不要 你再去问问其他人吧 你不是你刚才卖一百万的东西 你现在一千块钱就要卖 这咋能行 还是你们家的传家宝 就你说的很专业啊 我想说我一直以为他是黄金 就你说的 那不是黄金 也有可能是黄金 对不对 那你 一千块钱给你呢 你捡个大便 不不不不不不不 四不是黄金 我都不要 真要是黄金的 那说句实话 你那一百万还真买不住 还是古代的 对不对 那你这两个的话 一千我不能给你了 对对对 给别人下次要高一点 那对对对对 婆婆给我这三样东西 让我找过他两个月 你给我看值钱不值钱 要值钱了 我都伺候他去 不值钱了 在手上拿去 我看您手上拿的是黄金手镯 和银元 这样 我先上手看看 行吗 我回这个几种桌是家的 这两个银元都是家的 他就得拿这家的银元来忽悠我 一般婆婆给儿媳 怎么可能给奖东西呢 这两个是圆大头啊 明显的这是喜过 给我说 阿婆给我说 这里边啊 五级八黑的 他咋了 我看我男人 我也有味儿 我相连有 相连有那个洁面子 给那个苏大粉 给那个耍了 他给你耍 耍到最后 也没有耍掉 没耍干净 因为这个银子 他会越耍越亮 有啊 你看 一边亮一边不亮 你听我讲 这上面这黑色的 我估计就是老包姜 民国的圆大头 放到现在 已经一百多年了 很多老包姜 估计已经入股了 所以你可能简单的清理 是清理不掉的 不过你婆婆 为啥要给你银元 还给你黄金手镯 让你照顾他两个月啊 有人 跟那个婆婆 他签 能不是省病了吗 他省病了 然后住院了 这现在不是处院了 需要人家照顾他俩月 那你这挺孝顺的呀 还照顾他俩月 俩月 跟老公一直没时间 还不得出去挣钱吗 他给我赏两张 让我去 照顾他婆婆 那也挺好啊 然后照顾他婆婆 我肯定要好处费啊 我可以照顾 要好处费 那肯定了 你不能我白照顾 你照顾自己婆婆 还要啥好处费啊 再说了 这不是给你的这个 有这个什么大头 还有黄金手桌 当时我说这话 说他在隔壁 我挺年了 他你妈 一笑着我说 媳妇你放心 妈 我不能让你白白照顾我 你看我给你准备好了 这三样 一个几周座 两个那个姻院 这三年 还是跟婆婆以前 她的婆婆 给她的 哎呦 那你说 这俩 银元 还有这个黄金手桌 都是传家宝 对啊 你婆婆的婆婆 给她的 给了 然后现在传到你手里了 准备给我的 那挺好啊 让我照顾她两个语 这说明你婆婆 非常认可你这个儿媳 你不然的话 这东西 她不可能现在给你啊 关键是啥吧 这个锦桌子 她没有标识 没标识 你也一般 你也带的那个 我带戒指啊 这个手里 她都有那种 指印 就有那个标识 对对对 还有戒指是吧 是的 这我招了一拳 一个都没有 那你刚才也说了 这不是你们家的传家宝吗 不是你婆婆的婆婆 给传下来的吗 对啊 那以前那么长时间 会有标识吗 现在的黄金手术 它肯定有标识 以前的哪有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个黄金手术 我拎起来啊 绝对是黄金的 没有一点问题 等一会儿 我跟你撑一下 你跟婆婆这个人 平常的 你都不说 可不所作的啊 可不过 可不生啊 以自己的恨 你但凡老婆 一点东西 他都说你 他会那好心 送我那重的手术吗 是 这个妈得有200克 我感觉 你要是现在去今年 买这种黄金手术 一般都是空心的 但是这这明显的是实心的 你可 这以前哪有空心的 这都是实心的 我给你撑一下重量 行吧 那种 你给我撑着 哎呦 113克还多 那重模着这 你婆婆为了让你照顾她 这回可是下血本了 这100多克黄金手术 现在黄金 五六百块钱一克 这100多克 六七万了啊 再加上这俩 银元 这大头银元 虽然是洗过的 但是壁面上没啥伤 底板还非常好 像这一块也能值一千 你想一下 这能值多少钱 这不收钱了 对 得有七八万吧 对呀 呃 说实话 你婆婆生病了 作为儿媳呢 就应该咱照顾 真说实话 这东西啥也不给你 咱也得照顾老人 对不对 更何况还给你 把这传家宝都给你了 你更应该好好照顾老人 我回去呗 我得用心来 好好地照顾我婆婆 对 有啥吧 她家里边 还有好几块都这个 别拿着来 姻缘 嗯 哎 你这好好的对待老人 这以后这东西 肯定都给你 你别看老太太 这以前就是 你说生活上很抠门 或者啥的 对 都一样 老人家呀 以前苦日是过惯了 都特别节省 对不对 跟咱年轻人不一样 哎 但是他省下来的东西 这都是给你省的 对不对 把这东西好好放起来 不单单是传家宝 还值那么多钱 不得好好带老太太吗 你别说老板 你说都得 嗯 我回去里马上 我几个 几个跟她婆婆做海蜊鲍鱼 我家吃香喝辣的 我家照顾这吃香的 那是那是海鲜鲍鱼 倒不至于 但是一定到 把那个老太太照顾好 是吧 懂懂 谢谢老板 没事没事 好 你好 想弄点啥 这天上让我发财 身都当不住 天让你发财 我这是啥呀 老哥 今晚 今晚 还是过去 哦 上面有落款 对 我先上手瞅瞅 我的天呀 老哥 嗯 乾隆年字 清代的 对 今晚 这上面还有 镶嵌的还有宝石啊 红宝石 绿宝石 是龙面子 我的天哪 这上面 这里面是啥 是鱼 嗯 还是龙 龙 是龙吗 嗯 这边是龙 嗯 是不是这边是凤芳啊 你看看 看不出来 有点像鱼 有点像龙 啊 这东西 我都没见过这东西 没见过 我的天呀 老哥 这今晚可了不得呀 哎呀 看能不能 值一个亿 值一个亿 我觉得这要是老的 乾隆年间的 嗯 这一下做工这么好 嗯 那值一个亿 差不多 嘿嘿嘿 我这一次肯抬了 我都准备上香港去买房了 去香港买房 哎 不是老哥 你这个 咱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呀 从哪来的 啊 天机不可泄露 天机不可泄露 嗯 那你会不会是什么盗墓啊啥的 搞出来的 人家没关系 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不是老哥 你这到底从哪来的啊 这 这来历太大了 你看这 光这四个字 乾隆年制度的吓人 我给你所识了 啊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不能告诉别人 这是一个工地的老头 他可可工地挖出来 工地的老头 嗯 在工地挖出来的 对 然后卖给你了 我捡个大漏 捡个大漏 我的天啊 老哥你这花多少钱买回来的 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 嗯 买一个今晚 对吧 还是乾隆年间的 我相都不敢相得价 我的天呀 老哥 他给他省个二 我以为要二百万 啊 他给你省个二 他省了两千的时候 叫我自己都吓一跳 哦 我的天呀 老哥 你这咋想的呀 呃 咱就不说 是不是清代乾隆年间的了 就是如果说这是今晚 金的 那两千块钱 你觉得能买到今晚吗 我接路啊 我觉得现在黄金啊 一下五六百块钱一刻 你两千块钱买个金 是零还差不多 跟你说老头 他年龄大了 他不懂 年龄大了不懂 嗯 就是年龄再大 他也知道 这黄黄的是黄金啊 我刚才都跟你说 我接路来了 啊 接路来的 咱叫接路 一花最少的钱 办最大了事 老哥 意思今天要拿着这个金碗 卖给我 卖一个亿 然后你去香港买房子 你可说对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哥 我跟你说 笑声 不是不是 老哥 我跟你说啊 首先你肯定是被人骗了 嗯 你不要感觉这金黄金黄的 就是黄金 咱说句实话老哥 如果这东西是真的 嗯 乾隆年间的 嗯 还有落款 嗯 这东西就得是国宝级的 啊 对对 但是这东西很明显是假的呀 老哥 不可能假 嗯 首先啊 嗯 你看这么厚 还是一个金碗 嗯 如果是金的 这拎在手里 沉甸甸的呀 嗯 这重量差得远 我觉得最多这算是个铜 你听听这声音 你背 背我 可烂了 嗯 假之连争的东西 你给我可烂了 那是那是 不能磕坏了 但是这个工艺都不对 首先他这个战克 如果说在清代的时候 肯定不是这样的 战克是往里面凹的 这往外凸 那就不对 这闲脸随瓶稿 哎 不不 跟跟以前的 这个做工都不一样 还有这上面的这个宝石 嗯 我摸了一下 嗯 暖和和的 嗯 这就说明这不是宝石 这是缩链 好 打住 嗯 你等我看看能给我多少钱 你显白骨 我摆猛啊 你摆猛啊 我都本人都是猛老头来的 你再猛我都没啥意义了 那行老哥 那我就话实说 就这东西在古玩街上 最多这算镀金 然后呢 像这个做工 也一般 并且这是倒出来的 跟那个战客 一点不沾边 像这个东西在古玩街上 我估计啊 一两百块钱 多少钱 一两百 我两千块钱买了 你给二百 我就说呢 能找到那个老头 给他退了 抓紧时间退 我看您是不懂 我这我准备上香港 买东西了 买房子了 你给我说二百块钱 你打骂谁了 那你这样老哥 你去香港卖吧 好吧 我肯定来去 有人私做了 我看这挖出来的 好像都是银元啊 这样 我先上手瞅瞅 这银元不银元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臭烘烘了 我也不想要 俺弟非得给我 哎呦 这看起来 这可都是老银元啊 我先瞅瞅 我先瞅瞅 这是元大头 三年的 哎呀 绿袖包姜 果然是挖出来的 这要是家里放下来的 一般不是这样的 船式包姜 没有绿袖 很明显 这确实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刚才听你说 这是挖下水道挖出来的 对对 挖下水道挖的 你弟弟 对我弟弟挖的 挖出来多少 挖出来大概有 一罐一百多块呢 一百多块 对 我的天呀 一百多块 这可是发财了 真的吗 我给你讲一下 这都是小头 这边是大头 小头可能便宜点 这上面是村中山 壁面上有没有伤还看不清 因为这个包姜比较厚 但是像这种包姜吧 它不是腐蚀包姜 对它的价值影响不大 你就按这种普通的这个小头 像这种绿袖的一块啊 我们现在收一般都六七百一块 像这总共是好像是五块小头 一块给你按六百算 这五块也三千块钱了 那么贵呢 这大头价格更高 像这样的大头 一块我们收一千 这等于说给你这七块 这加在一起最低是五千块钱 那么值钱 那可不行 我要回家给他要 他就给我了这几块可不行 你弟弟挖出来一百多块 对 我的天呀 店院还得分一半呢 那是那是 亲弟弟嘛 是不是 亲弟弟呢 咋弄都好说 挖下水道 能挖出银原来 这很少碰到 你们那老房子 估计是以前的地主家吧 那我也不知道 我好像听俺爷说 俺之前俺村里边 全是有个地主 有个地主 对 他特别有钱 特别有钱 那我估计啊 就是你们那村里面 以前老地主留下来的 你说为啥 你就是搁那个 破世旧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地主家的房子啊 地啊 都给分了 分了之后 有的就是地主害怕 把这银原给没收了 然后他们就会 把这些东西 买到地底下 所以现在你看 很多这个家里面 挖出银原 就那种绿秀的 这种银原 其实都是 很多都是以前 地主留下来的 这样呀 你要这样说的话 你还可以回去挖一挖 因为之前 我碰见一个 人家在家里 挖那小菜园 挖菜园的时候 银原没挖出来 铜钱铜板也没挖出来 从里面挖出来 一个大银钉 银原宝 银原宝 就那五十两的 大银原宝 那一个 一二十万的都有 不过这 你这银原也不少 你看一百多块银原 是吧 你一百多块银原 全部都是大头小头 我估计最起码 也是十万以上的价值 那可发财了 那肯定是发财了 这样你回去问一问 那今天这些银原 你是准备出手 还是继续留着 我卖了吧 我就这里先卖了 我回去 华家华原地 给他买点椅 叫他手里边 再给他药物来 买点礼物 可以可以 反正是自己亲弟弟的 咋弄都行 那行 那这些东西 我就先收下 好 我再瞅一眼 我再瞅一眼 没事 主要是啥吧 因为我刚才给你报的 是普通版别的音源 我看里面有没有带版的 如果带版的话 价格更高 能明白吧 还有这一幅 你像小头的这个版别 一般 无外乎几种 就是三花版 或者是双日开 单日开 这些版 不过我现在没看到 看起来好像都是普通版别 哎呀 不过这个品项都还可以 只是包姜的秀比较大一点 没有啥特殊版别 那我就给你算一算吧 我再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没啥问题 我给你算一算吧 好吧 你好 想弄点啥 我的相亲啊 想一百多个了 这总一找到一个 真正有钱的人了 相亲相一百多个 对 找到一个有钱的 那肯定了 你看 这都是穿甲包啊 这都是老铜钱啊 对啊 这都是以前的股东 那是 我看这上面 这铜钱一般都 最起码得几百年了 对啊 你想想啊 这一个五钱 你看这那些 没有二三百个吗 一个五千 对啊 一个铜钱价值五千 对啊 你看那二三百个 不得一百多万吗 一百多万 那肯定了 现在年轻 哪有下一百多万彩礼了 哦 你老公给你下一百多万的彩礼 你不是嘞 那当事不是说 下五十万彩礼 哦 讲好的是彩礼五十万 对 那也不少了呀 是呀 俺都说好了 咱是来到下财礼的时候 俺这个男朋友说的 他家里面又买房 还在装修 到时间我们结婚 我零下来不得花钱吗 那是那是 说这手头有点紧 他给他爸妈赏凉了一些子 叫他这穿甲包 先暂时放我这底彩礼 底彩礼了 你的意思就是拿这些铜钱 底彩礼了呗 对啊 是这道理吗 是嘞 我先打开看看 可以可以 我的天呀 这么多 你刚 我刚才听你说 这一枚能值五千 那肯定了 这从哪来的能值五千啊 这当事 我们未来的狗公婆婆婆 都害怕我有这个顾虑 不相信吗 是吧 怕不值这么多钱了 对 他转门找了一个就我这通签的人 人家当时都买了两枚 一万块钱 当时有人花一万块钱买了两枚 对啊 那不是五千一枚吗 我的天哪 这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 啥啥误会啊 你当时拿着 你妈给的现金给我了都 现金一万块钱 现金都给你了 对 这这这 咱这个这这一枚值五千的 次是三千不说啊 你既然来我店里了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 这铜钱 这一看就是老的 对 没有任何问题 你说的对 一眼开门的老钱 老铜钱 但是我看这上面 可都是宋代的铜钱呀 他本身拿代的 是不是古代的 那是古代的 对啊 宋代距今 大几百年了 那肯定了 那不是钱值钱的吗 不是 这个铜钱不是说 时间越久 他越值钱 宋代 那时候啊 咱们当时中国的这个 经济非常发达 铜钱的铸造量非常大 所以他现在的存饰量 也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价值 就不值那么多钱了 你说一个五千 那还了得 就像这种 我看了一下 大部分都是 北宋的这种铜钱 很常见 像这一个 哪可能用五千啊 我觉得像这一个 三块五块的差不多 三块五块 对啊 老板 你这手不及 你这样说的 还是咋一样 人家正是把 给五千一个拿着了 我就说呢 这这这这咋碰见 说人家给给五千块钱 就买走一个 这中间 这这这弄的 这会不会是 你这未来公共婆婆 给你下的套啊 那有没有可能 买那两枚铜钱的人 他们认识 那你说这 那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那俩人 那你这今天拿这铜钱 这要来干嘛 我想卖了 卖了 对 那我这不收 你这五千一个 谁敢收啊 对不对 你这中间 肯定有误会 或者是我对铜钱 可能不太了解 我主要是搞银员的 你这样 你找一个 专门玩铜钱的 你再问一问 多问几家 好吧 别弄中间 弄出来什么误会了 是不是 因为你公共婆婆说 这一个 只五千 这一大堆 这这这 这一两百万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这说的对 那弄了半天 你是不懂这东西 对对对 有可能我不懂 我还还装起来 还给我装起来 对对对 这这 这一个五千的吓人 吓吓人 人家都没多边了 你还吓我 撞起来 撞起来 你再问问啊 多问几家 多问几家 老丈人要是再生病了 我再给他拿一份钱 我都是个棒锤 老板你给我看看 这个银院支朵先吧 老丈人也是爹呀 老人生病了 咱该给他看 得给他看呀 但是跟这个银员 有啥关系 我先上手搓搓你的银 跌 跌个锤子 叫我快气死了 你赶紧给我看看这 关支朵先吧 造壁总厂 PCGS XF97的造壁总厂 隆林也非常好 字口也非常清晰 反面 哎呀 字口这里有点包疆 不过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啊 这是碰到啥事了 这么生气 您是不知道 这俺老丈人嘛 前一段时间他省病了 这省病了 主院了 这俺小舅子吧 他不给家来 他不家来 这不得俺给俺媳妇 还不得关梦 对呀 这家伙 里里外外 也就是话十来万了 你说这两年 好情还懂不好 俺没有欠 那你这挺孝顺的呀 这我刚才听你那话意思 很生气 这是啥情况 你说俺还那些欠 到最后他这出院的时候 他不是有那医疗保险吗 他报小了一部分 他报小了一部分 这钱不应该关给我吗 我也没有钱 这钱都是我给人家借了呀 他这报小了钱了 他给俺小舅子 拿着去买个车 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你的意思就是 前一段时间老丈人生病了 做手术啥的 花了十多万 中间你这边钱紧张 然后也给朋友借了一部分 对呀 现在等于说是医疗保险 报销之后退回来的有钱 是啊 你说这退回来 他不带给我 叫我叫人家账给人家欢了吗 那是啊 那等于说老丈人没跟你说 然后直接把那个报销的钱 给小舅子买辆车 哎呀 这事弄的 那确实老丈人做的不地道 以后不可能再关他事了 看这事弄的 那跟这块银员有啥关系 老哥你说我这给人家借了钱了 这人家我要了我不得给人家欢吗 那是那是 这一下子我上南等那些钱吧 是不是 对 这不是这个币 我是准备给RRL留了 穿奖包 哦 这是你之前买的 嗯 这我都买了十几年了 我都没吃了动过的 哎呦 买十几年 那时候估计买的非常便宜 那时候买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是 大概四千块钱左右 买的 十几仓了 四千 我的天 四千买一个照片中厂 要现在买 不可能有 啊 呃 我看了一下 这照片中厂 并且你 我看你已经PC 苹果级了 虽然没给分 状态非常好 嗯 像这个我估计现在应该是两万左右 你的意思 现在是想把这个出手 变现 然后呢 把那个朋友的钱 先还一点 是这意思吧 是嘞 哎呀 那是 那谁碰到这事 都挺为难的 那你现在弄了都 你给我看看吧 我把吃左线 喝十捞都给你溜着了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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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也不说了 那碰到这事 我现在能给你高价 给你高价 行吧 行行 谢谢老板 嗯 刚才说了 大概两万左右 这个唯一不好的一点呢 就是 壁面上有包将 这个PCJS呢 也 也已经提示了 他这个 九七 九七这个标号的意思就是 壁面有包将 他如果没包将 嗯 像这种状态 我估计啊 能给个45分 要是给45分啊 能值个五六万块钱 但是这没给分 价格差异就非常大了 虽然状态非常好 也最多给两万块钱 这样吧 你这碰到这种事 我给你多拿一千块钱 两万一 行不行 总总总 那都谢谢你了 你看我这还是没办法 实在是记 呃 这个是 你刚才听你说 这是给孩子留的是吧 呃 本身是给孩子留了 这都没有 这里动啊 哎 这没关系 呃 这东西 也不是说 很难见到 呃 以后有钱了 手头宽裕了 到时候再给孩子买回来 不就行了吗 总总总 我都谢谢你了老板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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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 我把这个收起来 啊 收鱼 哎 把笋子啊 笋子 你看 从小都有本事 从小就有本事 嗯 那跟大爷 您说的这个宝贝有啥关系 一 一二个 零路啊 笋子啊 笋子 嗯 没有事了 上河边赶紧 挖野菜一辆 在河边 挖野菜 嗯 你的意思 这俩东西是 挖野菜的时候 挖出来的 嗯 啊笋子给啊笋子 挖出来的 这看这上面 没有土啥的呀 我吸了啊 你看这不是 还有土啥也没有吸杆 哦 土啥也没有吸杆 挖野菜的时候 嗯 挖出来两个银钉 嗯 孙女给啊孙女挖出来的 孙女 孙的 嗯 哎呀 那怪厉害 哎呀 这可是 古代的银钉啊 大爷 这就 孙女的银钉 哎 老百姓家都说银元宝 哦 银元宝就是这样的 哦 这不对吧 啊 我看颜色 看那个 那银元宝看了 比这好看呢 那是 电视里面那都是道具 比这个要漂亮多了 嗯 因为那电视里面啊 那种道具是现在做的 做工比这好得多 嗯 这正儿八经是古代的老银钉 古代的老银钉 其实就是这样 丑不拉击的 因为做工比较粗糙 就是交注而成的 能明白吧 并且他这个银钉啊 也分好多种 像这个呢 你看这 上面没有落款 也没有字 所以这叫民间的银钉 又叫素银钉 就上面啥也没有 就是老百姓使用的这种银钉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官服 以前官服 有交税啊干啥的 那种大银钉 五十两的 那种 那属于官钉 嗯 还有就是有的这个 以前的钱庄 你知道吧 嗯 钱庄有时候自己也弄这个银钉 它属于桑钉 那上面都有落款 不管是桑钉也好 官钉也好 那上面都有落款 就老百姓自己弄的这种银钉的 它就没有落款 但是虽然说没有落款 这也算是捡到宝贝了呀 啊 捡到宝贝了 那我跟那个店 那也多管机 跟那个店说 嗯 官钉十块钱 二十块钱 来他说 多少 官钉十块钱 二十块钱 能值十块二十块 人家想给你买走 嗯 你没卖给他 没有卖给他 那不能卖给他 刚才就说了 这是银元宝啊 咱不算古董的价值 就说银子吧 这一个我估计得 得个一百多克 肯定有 嗯 是不是 估计这这这就是 估计五两左右的银钉吧 你五两左右的银钉 一百多克银子 现在银子都六块钱一克了 那你怎么可能说 十块二十块啊 是不是 我估计他是看到你挖到这东西了 想给你便宜收拾 对呀 我不懂啊 嗯 那不能给他 我拿着油嫩秤 那是呀 我说的 十块二十块钱 我买的就 还顺着给他顺着 拿着味儿的 那是 这不单单可以拿着玩儿 还可以当传家宝 哦 能明白吧 嗯 这从这个造型上来看 应该就是清代的 嗯 像这种 现在我估计啊 一克应该在二十到三十左右吧 哦 二十一克肯定没问题 哦 这一百多克 你就按一百克算的两三千块钱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错了二十块钱 我牛麦子的 那不行 你十块二十块的想买这个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对啊 是不是 我就按水女水女拿着味头了 你还别说 那你孙女 孙子 这这运气还真好 嗯 你挖个上河边挖个野菜 都能挖出这古代的银元宝来 那果然是 哎 有福的这个命啊 是吧 啊 那这这两个东西 呃 大爷 这两个东西今天是准备继续留着 还是出手 那我留着吧 啊 我留着成 啊 啊 水女 啊 水女 以这一个 那行 放 那可以可以可以 这绝对可以 这有意义啊 啊 自己亲手挖出来的宝贝 啊 哈哈哈哈 那行 那行 还留着吧 留着留着留着 东西没问题啊 啊 十块二十块的 千万不要给人家 哎 哎 哎对对对对 啊老公他奶奶真是口门的狠 第一次见面给我拿了啥破钱 你把我看值钱不值钱 不值钱了 我现在都给老公离婚去 我看您手上拿的好像都是银员啊 这样我先上手看看行吗 下种银员看着破了也不值钱的啥个玩意儿 哎呀 都是袁大头 嗯 不值钱到不至于 我看了这都是民国的袁大头银员 挺不错的 一眼开门 老货 呃 刚才听你说这是你老公的奶奶 给你的 嗯 呃 这也不错呀 给的这姻缘我觉得挺好 为啥要给你姻缘啊 刚才老公结婚的时候 她奶奶不是省堤 年龄大了 没有过去参加 哦 身体不好 没参加你们的婚礼 嗯 等于说老太太在老家 对对 哦 呃 这现在是等于说你你和你老公去看老太太 对对 看望老人 哦 给她逮了一上午了 我明白了 等于说是第一次见你老公的爷爷奶奶 对对 是不是 对对 哦 这等于说这是见面里啊 也不知道算不算 反正给她逮一上午了 我心想到第一次见面不得有见面里吗 俺那边的鬼局都是最少得一万块钱的 哦 你说见就是新郎的爷爷奶奶 嗯 啊 第一次见面 见面里都是一万 嗯 最少一万 最少一万 那多了那更多 对 我的天呀 你们那这个见面里还不少 对啊 那等于说就哎 还有一个龙羊 等于说老太太没给你那一万的红包 嗯 然后给了这几块银元 我跟他逮了一上午也不说给俺签那事儿 啊 口门很 口门 就是啊 呃 那怎么老人讲了一点心意 那也是啊 老人给的东西你不能说不要啊 不知道啥东西 想着值不值钱破玩意儿手里拿着手凑了给让 哎呀 我都不想接 我回到家 哎呀 问一下 我都想吐 我告诉你啊 咋回事儿 凑了八截的 跟趁热味儿一样 哦 就是银元上 哎呀 心想着肯定不值钱 不值钱 哈哈哈哈 先给你讲一下啊 老太太其实对你不错 也不抠门 啊 为啥 像这种银元 他不管他有没有味道啊 这种银元一般放家里啊 都是传家宝 我刚开始就说了 这是民国的东西 放到现在 一般都是一百年以上 哦 呦 并且这是银元 那就是银子做的 这一块银元 我估计 只要壁面上没伤 怎么着不得一千块钱 呦 那还凑合 那是啊 你刚才说这个 肩面里你们那样规矩 都是一万块钱是吧 最少一万 那我看了一下 应该是十几块吧 一块三块 五块 八块 十块中十二块 十二块里面除了这个龙羊 这有十一块都是大头 一千块钱一块 这十一块都一万一了 另外再加这个龙羊 江南甲城龙 其实很常见 但是啊 江南龙有一个啥呢 呃 一般江南那边 这个龙羊上面 很多都带戳记 我们行内有一个老话叫 十个江南九个戳 一般都带戳记 像这个没戳 字口还全都深打 像这个我估计没个三千块钱 也买不着 加上这一万一 这就一万四了 嗯 不比 对啊 不比给一万块钱的红包好吗 那谁知道啊 刚才以为不值钱 又臭又长了 你看老公一直说他奶对的好好 我心想着 这好啥好嘞 亲自就骗了 这都没给他回去离婚去了 别别别别 不能说因为这个离婚 变这些不值钱 咱也不能离婚 是不是 另外刚才说了他的一个经济价值 再说一下他可以当传家保留着 这些东西咋弄 那我拿着呗 拿着 不能离婚 不能离婚 是吧 本来还想离婚 行行行 谢谢 你觉得张到时候拿个纸 拿个布包起来 是吧 谢谢老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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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熊你俩 因为这个阴定 打了突破血流了 老板你必须给我 想办法 把它一分为二 老哥我看您拿的 好像是银元宝啊 对 要一分为二 这要弄开啊 这是碰到啥事了 来我先上手看看 今天必须把它锯开 你就是拿回去 出总年 以粉为二 必须再弄开 必须得弄开 哎呀 这五十两的大银元宝银定 锯开那多可惜啊 这是碰到啥事了 一定都不可惜 这是万一 这上一次给我了 老爷子给你的 那你这锯开干嘛 还有个弟弟的 他现在指导这个事了 因为这一个动因 刚才闹了突破血流大价 打了 我也想啊 全都离弊 都那连银 也不知啥钱 直接给他一分为二 哦 意思 老爷子 有一个银定 银元宝 给你了 你还有一个弟弟 也不愿意 也想要 现在因为这个打架了 对 哎呀 那兄弟俩 因为这个打架 确实不合适 您说对了 啊 现在你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 直接截开 截两半 一人一半 很公平 那确实 那些截开的话 确实一人一半 很公平 但是老哥 您听我说一下 咱这个银定啊 应该是宣统年铸照的 这已经一百多年了 是不是 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属于古董 再一个银定 五十两的 这东西非常少见 古董都讲究一个完整性 你要是把它锯开 那对它的价值影响非常非常巨大 没事 锯开吧 锯开 我想问一下 这老爷子从哪弄的这个 家传的吗 这家传的都是国家一 以前收破烂收不来的 收破烂收回来的 以前他收十几个的 老爷子以前是收破烂的 然后收了十多个这种大银定 因为前几天盖方的安德银 同盟都慢慢卖了 卖了 就剩最后一个 就剩最后一个 然后这个给你了 给我了 我的天呀 你按道理来讲 确实你得给你弟弟弄一把 老爷子都这一个 他一话给我了 对呀 我孝顶 他有啥不得劲了 我都给他哥儿照顾 福建过节来给他欠 哦 但是阿弟的他是在外面的 他常见不在家 常见不在家 不回来 因为这个事 所以说闹了病 明白了 明白了 等于说平常老爷子 是你照顾着 对 你还给老爷子拿钱 老爷子觉得这个银定就给你了 对 现在你弟弟不愿意 你这样吧 你现在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 反正是不能因为这个生气 对 然后 劈开 要分你第一半 对 我给你出个主意 这个银定 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 宣统年 虽然不是关顶 但是这是个桑顶 字口非常清晰 并且背面的这个风味 也非常好 少量的金珠挂体 品项啥的 还非常不错 你要是真是聚开了 真是非常可惜 既然你们俩 都是说好了分嘛 对 是吧 你不如把它卖了 你们俩兄弟啊 直接分钱 这东西本来是 要业留给我了 冲组年 以粉模样去排 脚头的那一半卖了 我来不卖 你的不卖 你要留着 留个念想 对 你刚才就说了 你要是真是聚开了 对它的价值影响 非常非常大 因为古董都讲究完整性 你不如这样 因为这个银定啊 现在大概也就十万左右 十万 对 怪怪 聚开一个人五万 不得了吗 你聚开了 我跟你这样说 就这一半 你别说五万 两万也卖不了 明白不 这么多的天吗 那刚才就说了 它得讲究完整性 它只要不完整了 它就没啥价值了 我明白了 你要是真是手头宽裕的话 你把你弟喊过来 给他说一下大概的情况 它的价值 你不行给他拿五万块钱 你说的也是 你这一说 我都给那个薄云建石 这是大老东了 听不定一话四周 时间红 对 别回去想着什么去开 或者啥的 那真是太可惜了 对 对 你说的对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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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弄点啥 古代的白金金砖 你想过没有 古代的白金金砖 嗯 古代的白金金砖 对啊 你先坐这 没听说过古代有白金啊 古代有黄金 有白银 哪来的白金的金砖啊 那时候我跟你说吧 以前的这个古代的白金啊 很多人都没有法面都不知道 你听谁说的呀 这 我听老人讲的 老人讲的 嗯 那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我在深圳那边 手盆那 手了一百块针 深圳 嗯 达废驴收过来的 深圳 对啊 在深圳收破烂 嗯 当废驴收过来 嗯 一百个这 对 一百块这样的 嗯 八块钱一斤收过来的 八块钱一斤 当驴收过来的 对啊 收了一百块 我的天呀 这一个正好是一斤 一斤 嗯 那拖着确实有 有重量感 嗯 估计确实得有一斤 一颗也不差 一颗也不差 嗯 我逞我 这谁家这么傻叉 当驴卖给你的 一个老太太 她根本都不懂这种东西 她说是驴 驴 嗯 她说是驴 我看出来不像是驴 她说是驴 我都打驴收过来了 那肯定不是驴啊 嗯 驴轻啊 就这么一块 要是驴的 我估计两百克也不一定有 那没有 啊 我某的重量不一样 我也乘正好一百个 正好一百斤 我也想都是白银 不是 你先别着急 白银白银的 你古代哪有白银啊 古代没有白银 这个东西也不是白银 嗯 白银是暗白色 颜色都不对 这是纸白色 这是白银 白银也懂啊 白银也值钱啊 我就说呢 你这当驴收回来 一百斤 这银砖 开什么玩笑 你这 这不是发财了吗 你再一说 我以为是白银的 更发财了 不是 白银我也发财 不是 你这东西到底从哪来的 这是收银 收回来的 收银能收出银砖来 你咋不收近砖呀 你不相信 我当驴收回来的 八块钱一斤 我抓这纪录都有 就我下来 连夜都从深圳跑过来了 拿着东西跑过来了 我可能在今天 我都没敢买 你听我的 你把这东西还 还拿回深圳 找找那个 卖给你的人 这肯定是有问题 我跟你说 他还找不着我 我还找不着他 不是 你是收银的 现在可是 都开始玩金银来了 一会白银 一会白银的 还当驴收回来 这银砖 你开什么玩笑的 我是骑着散了车 跟大姐儿游 她看见我了 她乱我进她家的门口收了 所以说 一百斤 刚才没有联系 花多少钱 八块钱一斤 八百块钱吗 一百斤 八块钱一斤 一百斤八百块钱 我的天 这是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赚多少钱 现在银的大盘 我估计应该在六块一克 这一斤是五百克 对 那这一斤就是三千块钱 你这一斤三千块钱 你这一百个 一百斤三十万吗 那可不就是三十万吗 但是这东西 这吓人啊 我八百个钱没了 我正 正赚 我也想赚二十九万多 那你肯定了呀 你这不过你这东西 肯定不是老的 现在的东西 不是老 没有老气 那现在也别 并且这现在的 还是存银 足银 你看这 从这个银文上来看 那肯定就是 含义量比较高 才是这样的 你要含义量低了 不会这样 你也别说这 这温柔这啥了 你说那么好 你收不收 收不收 我不收 这东西来路有问题 我不是投了 不是抢了 这给你放一 你不管是偷的 抢的 或者是你当破烂收回来的 这东西我都不能要 我开啥玩笑 你是一个收破烂的 你收一百斤银砖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那不是很正常吗 可谁那有钱人躲了盒啊 有钱人没钱人的 我不知道 听我一句话老弟 你还收你的破烂 把这东西还退给人家 或者你找警察 你说梦的吧 我一辈子遇不见 这好事 法在这事 我说干多少年 我给他送回去 那行那行那行 我早急用钱 你看这两样东西 关国换一万块钱不关 我看你手上拿的是 黄金手镯 还有银元 两样东西要换一万块钱 这样我先上手看看 行吗 因为假的被个鸡事 确实你裹一万块钱 这两样东西都是您了 小头 黄金手镯 两样东西要换一万块钱 PCGS XF92的小头 哎呦 还是一个上五星版的 这东西可不便宜啊 从哪来的 这是我前两件 花一千块钱买的 花一千块钱买的 对 花一千块钱买的 我的天呀 你对银元不懂啊 这个黄金手镯呢 黄金手镯 是我之前给女朋友买的 现在粉红了 我也要过来了 给你女朋友买黄金手镯 我这看你年龄也不大呀 啊 买这么大的黄金手镯 这黄金手镯也不像小女生戴的呀 啊 你这肯定是中间有问题啊 嗯 其实从银元上 我就能听出来 这银元肯定不是你的 为啥 普通的一个小头 你要说花一千块钱买的 我肯定相信 还是XF92的 但是这个小头 可不是普通小头 这是上五星的 普通的是上六星 然后这个上五星的小头 XF92 虽然没给分 但是状态非常好 两边的花枝 人像 字口 都非常清晰 底板 磨损也非常小 说明流通痕迹很少 这种上五星 你知道现在这一块银元 能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 每一个五六万都买不着 五六万 能明白吗 这么值钱吗 那你这还两样要一万块钱呢 呃 这个银元咱就不说了 还有这黄金手镯 我拖了一下 这黄金手镯 我估计啊 得五十克上下 现在黄金五百块钱一克 这也得两三万 你这两样东西卖一万块钱 你这到底是干嘛使的 老板 我跟你说实话吧 啊 这个银元呢 是我哪里啊爸的 你父亲的 对啊爸的 那这 这个手镯呢 这个手镯是安马的 我拿点安马的 哦 手镯 是你母亲的 呃 银元是你父亲的 对 现在要换一万块钱 你换一万块钱 到底要干嘛使啊 我现在不是上学了吗 上学的 俺同学都用苹果手机 哦 最新款的 不是那个15pro卖个什么 哦 我也想换一个 得一万块钱 哦 你也 你也想换一个手机 那你直接找你爸妈呀 你不能说你 这拿着银元 还有黄金手镯出来卖呀 哎 我给他爸妈说了 他不给我钱 啊 不给我钱 我只能拿拿着东银 哎呀 那你拿这个银元 还有黄金手镯的时候 你父母知道不知道 这不 以后都 都是我嘞 你的意思就是 你父母不知道 不知道你拿这个 没说 不不说 没说 那这就东西都不是你的 你这种行为 呃 有句老话说的好 你这种行为叫 不告而取 思为贼 虽然是你父母的 你父母没给你的时候 这东西还是你父母的 明白吗 现在你偷偷拿出来卖 这就叫盗窃 能明白吗 自己家努力 我知道你自己家的东西 刚才你也说了 你父母就你这一个儿子 是吧 这银元 家里面都是传家宝 那以后肯定都 这都是你的了 但是你现在还不是你的 能明白吗 还有啊 刚才价值 我大概已经跟你说了 不要再拿出去卖了 再卖 到时候 你父母一旦报警 你肯定有事 能明白吗 学生是吧 高中 高中这个年龄段 现在应该是好好学习的时候 不是跟那个同学们去比谁穿的好吃的好用的好 这没啥用 你真是长大了 大学毕业以后挣钱了 那时候你再比 不晚 东西还拿回家 能明白吗 老板 这种意义你给我一万万金 你都不要吗 我不要不要 你别说一万 一千我也要不了 我真要是要了 那性质都不一样了 我就变成收账物的了 东西 好好的跟你爸妈拿回去 明白吗 不要不要 不要 我再上其他点看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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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麻烦你个事 你给我看看 这一个小东西整个人值一百万吗 要 一个小东西能值一百万 我的天呀 这都是啥呀 看起来像银行 哎呀 中华民国八年 没五枚当一元 两脚的大头 八年的没听说过呀 我的天呀 民国二年的大头 我看看都是啥 我这个就比较厉害了 这一般就是台湾的什么军饷 大个的那种一兆币 我还见过 这种小的还头一次见 咱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个东西是安二 哪回来的 各家好几点了 我也不懂这是啥东西呀 你看一直跟他各住 一直以为是一个小硬币 也没有在意 然后昨天晚上 我看他那个假装 群里头 然后有个假装说了 这个东西是他家了 看是谁拿中了 或者是咋弄了 说这一个小东西 读这一个都值一百万 一个值一百万 你的意思就是家长群里边 其大家长说的 然后我回去 我都这一看 我赶紧问安二 安二说了 给他一个管理可好的 一个小朋友送给他 小朋友送的 那小朋友估计就是 偷偷拿家里的 那应该是了 然后他说值一百万 我都说了 这我也不懂这东西 请你问问 看看这整值一百万吗 这一个 哎呀这咋说呀 这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就是银毫 就相当于小银元 大个的那个圆大头 我估计你见过吧 是嘞 那我见过 这就是小个的 就比如像这个大头 这是两脚的面值 确实有 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年份 真没见过 像八年 还有七年 二年的 没见过这样的 你包括这个 我的天啊 这个更厉害了 三西省造 光绪元宝 也是两脚的银毫 说实话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 没听说三西铸造的 有银元银毫啊 三西省当时 在晚清的时候 也就铸造过铜板 没造过这个玩意儿 我的天 这也更厉害了 这有点瞎扯了 这地球币 不行 家长说 一个值 一百万 这总共是多少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这九百万 开什么玩笑 我跟你这样说 把这东西 还给家长 你给他说一下 再咱家 给他送回去 这想讹人啊 这都是假的 就听着声音 我感觉这连银子都不是 这里面都是异照片 就比如说这些大头吧 大头的两脚 确实有铸造过 一般有三年的 五年的 这两个年份 其他年份 没有 包括这上面 这孙中山 十五年的 还有这个地球币 还有这个台湾的 这个是啥 台湾军饷 还有这二十一年的 这个小传扬 这都属于异照片 在民国 在晚清 根本就没有铸造过这样的 这等于说是假的 古玩街上的东西 他说只一百万 瞎胡闹的 这要是真的 如果是老的 你别说一百万 一千万也买不着 因为这就没有 没有这样的 这有一个也得 肯定是孤品啊 对不对 那些糊弄人的 估计可能就是 小朋友 拿着家里的 东西拿出来玩 然后想找呢 现在想吓唬人 是不是 那总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他来扭住我了 那行那行 肯定不对 肯定不对啊 好 请过去了老板 你好 刚才是咱们说 要出手银员是吧 是嘞 我保看看 行行行行 哎呀 这都是老银员啊 全家宝 我看这都是袁大头 这肯定是老人留下来的 这不是老人留下来的 是个邻居 邻居的姻缘 邻居的姻缘给我了 这邻居的姻缘 怎么给你了 是卖给你了吗 不是 我作账 作给我了 底账 对 邻居欠你的钱 也不属于欠嘛 只是我给他看病 给他店的钱 看病 店上的钱 对对 这是啥情况呀 情况嘛是一个邻居七八十了 一个老婆 哦 一个老太太七八十岁了 她又内房屎 哦 她家的儿女都给外边的 没有给身边 哦 呃 她通来不管走路了 应该邻居别太太 哦 你用她去看看 因为医生的这间仨那间仨 妈几千块 她躲着只跑了几百块钱 这个钱我给店 哦 我知道了 等于说 呃 你邻居生病了 对 你带着老太太去医院看病 对 然后 她没钱 你给她垫上了 对对对 垫了多少钱 垫了三千多块钱 垫了三千多块钱 对 呃 垫了三千多块钱 她也不至于把银元给你啊 垫了三千多块钱 她给她儿女打电话来 儿女都不愿意出这个钱 也都不回来 你说有儿子 有闺女 对对对 连回来都没回来 也没出钱 也没出钱 哦 老太太最后没钱了 对 没办法 然后等于说把这个银元 给你了 算是抵账了 对对对 我不愿意要 我给她送去联会 你老太太不愿意 那你还别说 你这挺好 这次碰到好邻居了呀 啊 邻居以后 那千年隔离 万年隔世的 那是 呃 我看总共是七块大头是吧 对对 这样吧 我先给你打打架 行不行 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 好像都是普通的大头 没啥板别 不过好在闭面上 我看没啥伤 没啥毛病 像这样的银元啊 我们收的一块 是一千块钱 一块一千块钱 这七块的话 七千 你还别说 你这次不单单 呃 是办好事 你这还赚了 你这不能赚 人家老年人那钱的 这如果说纸链钱 我说我来给他垫了钱 也扣 垫了钱还给他 老太太也不容易 别说 是不是 嗯 大姐 您这讲究 有啥说啥的 特别讲究 老太太既然不容易 那我 我这边 咱办事也不能太差了 我们平常收的呢 像这种普通的大头 我看一下吧 普通的大头 我们一块啊 一般收的就是一千块钱一块 你按正常就是一千 你这你说这碰见这种事的 我这也加一百块钱 行不行 一块给您按一千一 那七块的话 比如说七千七百块钱 这样吧 我给您凑个整 凑八千 你把你那个三千给扣了 剩下的五千块钱 你还给老太太 行不行 你本身你看七八十岁了 呃 儿女也不在身边 这身体也不好 行吧 咱都 哎 这没事 你这碰到碰到事了 能帮一把 帮一把 行吧 嗯 这那是 这都是严大头 哎 看起来没啥毛病 哎呀 我再看看啊 看看有没有板 有板的话 有啥说啥的 能多给点 多给点 哎呀 哎 刚才听你说的老太太 儿子闺女 这不孝顺呀 哎 他不让不孝顺嘛 啊 他还回不来 你回不来 你拿钱啊 也行啊 这 对不对 不愿意出钱了 不愿意出钱 那 你看这这 这不就是不孝顺吧 你说你 你说母亲在家里生病了 你说你 你没钱 你回来照顾 照顾老人也行啊 这现在你 那是呀 你不照顾老人 你还不拿钱 这不就是不孝顺吧 哎 你说你这邻居这这这这闺女儿子不行 东西都没啥问题 那这样不管长得拼了人家 那是 个家的条件不一样 那是那是 那确实 嗯 东西都没啥问题 这样吧 我就给你直接算一算得了 好吧 东西没问题啊 明豪 想弄点啥 老板我跟你说 我我现在 我发财了 发财了 嗯 这是 拿的啥宝贝 宝贝 看 哎呀 大银定 大银定 这五十两的 这 这我的感觉 这都不值五十两 不值五十两 嗯 那肯定是五十两的 这规格这么大 肯定是五十两的 这上面是啥回事 这我转门验诊家里 我转门扫一扫 你看这 白花花的 哦 大银 大银子 您先坐这 您先坐这 我的天呀 这老银定五十两的 这可厉害了 啊 最起码只几十万 这可不带几十万吗 你这东西从哪弄的 我跟你说吧 我这位接大楼了 啊 这俺那旁边 有一个手破烂的 手破烂的 嗯 他不知道 他敢拿手来 我感觉这是好懂 他不懂 他他他我的这种 好懂 我一看这大银定 这不是股东吗 我花五千块钱 从他手里边 没有来的 花五千块钱 从收破烂的手里 买回来一个 就这五十两的银定 嗯 那收破烂的 他都不知道 这是银元宝吗 他收破烂 他只到上海 他天天搁那楼地 转转转 他是当垃圾收回来的 嗯 哎呀 我看看上面的落款 嘉庆 九年二月 太古县 我的天哪 你给我说吧 这我擦了 个王上 这管只好几十万 只好几十万 嗯 那要是真品 还是嘉庆年间的 这五十两的官银 那只几十万 确实 肯定是能只几十万 但你这东西 我这看着可不咋对啊 咋不对啊 你看我转门找个师傅 我手揉 你看这不是白花花的吗 这银 你的意思就这地方有点花白是吧 对啊 花白也不一定是银呀 不是只有银才是发白的 嗯 我跟你这样说啊 就从这个银定上来看 就这落款 你看嘉庆 这俩字上来看 这字不是代表他是股东吗 软绵绵的 隔以前的银定 都是用那种钢印 招上去的 赞刻上去的 明白吗 那力道非常足 这软绵绵的 并且我这看这些字 我总感觉啊 这像电脑字体 电脑字体你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嘉庆年间 他是清代 电脑啥时候才有的 对不对 这东西不老 另外 你刚才说 这用火烧过 然后我不知道你用啥 拉了一下 确实里面是白的 但是白的不是银 就这个颜色上来看 这肯定不是银 如果说这是银的 你融化了一点 是吧 它最起码它也是白的 你融化之后 它是黑的 只是你用其他地方 拉的之后才有白 这就说明不是银 等于说现在啊 银也不是银 然后从这个落款 还有这个蜂窝上来看 它也不是老的 这东西你上当受骗了 拽回来 我说这个手破烂的 舔舔赶楼地 这几天转 还转不着 它背那标面啊 我估计就是拿着 晃你的 拿着晃你的 就从 我跟你说 就从这两个翅膀上来看 这肯定就是假的了 为啥 古代的这种银定银元宝 它这俩翅膀啊 不是同时完成的 它是 比如说它是有一个潮 有一个潮把银子融化里面 化成水倒进去 然后它那个潮呢 这样一歪 这边的翅膀就出来了 然后在这边再一歪 这边的翅膀也出来了 所以它俩翅膀不可能一模一样 能明白吗 那意思 能不能找到那个人 我得回去招招他 你刚才不是说 就你们那一片的吗 是啊 他铁铁银在那边 转着手不来 经常见他 是吧 那你要经常见他 能找到就找到 因为五千块钱 你想一下 这东西几十万的东西 即便不是老的 如果是银的 就这么大一块 得最起码得将近两千克左右了 就是现在的银子 你五千块钱也买不着 肯定是上当初 不骗了 好 谢谢老板 我赶回去装上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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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自学三个月 应验指示 下降我开始收获 今天收获慢慢 老板这运气是非常好 自学三个月就能收到银元 还一下收这么多 这样 我先上手托托 师父 帮助你吧 我学的指示 这位没有败却 我下降 手的时候 一个是五百手的 五百收的 对 我这时候我见了大漏的 那是 我给你手手 我这个相望二十万 你看看 来 这么多 二十万 对 老哥 这是总共八块银元 数量对吧 您既然说能价值二十万 我都得先看看银元的品种了 好吧 好 十点看 这是江南甲城 壁面不错 没戳 这边吃 看起来不太舒服 这个没戳技挺好 这个是十年的大头 这个也是十年的大头 哎呀 这个是三年的大头 也没啥版别 这个三年的大头 三角圆 有圆子里面 这明显的成一个三角状 三角圆 这也是常见的版 这个也是普通的三年 这个是小头 点草 哎呦 八字背 这算是小头出注 确实比普通的小头 价值会高一点 它的这个特征啊 就是点草 翘胡 八字背 这个八的最右边这一笔 没有顿笔 普通的有顿笔 这个带点板别 先放一边 哎呦 这个是九年的大头 还是一个金发 不过法丝很一般 背面加合 第二个盲是B盲 九点钟方向少一个小内尺 这八块银元 我都看了老哥 怎么样 不是说怎么样 咱们先说价值 因为刚才你来说 这能值二十万 是吧 我不知道您在家里面 学了三个月 咋学的 这都是常见的银元品种 怎么可能能价值二十万呢 老板我给你说说 你还被谋 我学的三个月只是 我还不是白学的 我很下功夫的 很下功夫 我们买是个银元 这个房边的书 书籍 书籍我都买了十几本 十几本 对 那银元的书籍都不便宜 一两百块钱一本 那可是 那您的意思 这些银元是咋回事 我跟你说吧 我的银元你仔细看看 这银元可是有特殊的标志 特殊版别 对 特殊版别的 都是带特殊版别的 对 这可是烧油类这种银元 都非常稀有 对 所以说我给你要二十万 我给你要的不多 不多 要 平时我跟你讲 这个我应该 你还有得赚 你就是二十万 我手中 你也有得赚 你再仔细看看我的银元 行行行 老哥 你既然这样说的话 那我就先看看真假吧 具体价值 咱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您报的 这个二十万的价格 我估计我肯定是受不了 我想给你看看真假 这些鞭词 老哥说实话 这看起来不对 这鞭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虽然这些银元的种类不一样 你看有龙羊 有小头 大头的十年 九年 三年都有 但是你这些鞭词 我看起来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没有压力 并且鞭 鞭词没有任何的变化 从这些看起来 老哥 你这些音源看起来 可是有很大问题的 你可没蒙啊 蒙你 这样我先再看一看 听听声音 从声音上断定 你还别说 这些都是银的 材质是银的 但是 咋说呀 这不是老的 让我来看的话 这些都是真银假币 你要是花500块钱 一块买的话 那您这是亏大了 现在真银假币市场价 也就是100到200之间 你再仔细看看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几个月 研究这段时间 我感觉 我这道上可比你深 比我深 对 我能为所作家伙吗 您的意思就是 我看的不准 对 你这样老哥 您既然这样说的话 可能就确实 我看的确实不准 您再找其他高手 给您看看 懂 那么 你既然不失货 那么我就找下一家 行行 找失货的人 对吧 咱是湖北哪地方的 厄州的 厄州 我先看看你的东西 银定 严厘局 这个应该算是晚清或者民国那时候 交严税用的这个银定 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是我爷爷 一定留下来的 老爷子留下来的 老爷 哎呦 哦 还有金条 金凤祥 康熙四年 竹刺 这东西要是真的 也挺厉害啊 按 这个大小来看 应该是十两个金条 你不是说还有银元是吧 也有 哎呦 这俩 这俩是 我的天哪 大清 贡品 前楼年造 十两个 这是银条 酷银 大清酷银 哎呀 老干 就凭这几样 一二三四 就凭这四样 东西如果真的发财了 啊 你看这金条 康熙年间的 那可厉害了 这不是真的吗 但是这这 我看着不是真的 首先重量不对 黄金的话 它别重 但是这个放在手上 轻飘飘的 重量达不到 你想一下这个 清代的十两 现在一两是五十克 对不对 清代的十两啊 三十六到三十七克 这十两的金条 那就得是三百多克了 这连在手上 别说三百克 两百克也没有 重量都不对 还有这个落款 康熙四年 竹刺金凤翔 这一类的 看起来 很厉害 但是你再看一下 这字 上面落款的这字 一点压力都没有 并且还是啥 电脑字体 明显的就不对啊 从落款上看 它不是老的 从重量上看 它不是黄金 那它就是假的呀 还有这个银定 这也是十两的银定 但是这也不对 你看下面这些蜂花 明显跟银的区别很大 大概率里面 应该是千之类的 外表镀了银 外表镀了银 这俩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纯粹是易造 你就是清代 也没有说什么 大清贡品 大清酷银 这一类的东西 没有 铸造工艺也没有这样的 这就是假的 易造 易造品 对 这俩是易造品 银原拿出来 我抽抽 好吧 哎呦 这银原也比较厉害呀 这是一两的吗 但是这上面是一元呀 正常的这个战人银原 我也经常见 也是常见到的银原 但是没有这么大个的呀 比这小 对呀 就正常大小 就这样大小的嘛 但你这现在是一两的 一两的那个大小 所以这肯定是 也属于易造吧 也属于易造 穿龙 全龙林的穿龙都非常贵 但是你这个穿龙 连银子都不是 包姜也是假的 一两 这也是假的 一眼甲 一眼甲 这还有一个花钱 这花钱也不是老的 雍正 你看这几个字 软绵绵的 这个铜钱 它这个字非常重要 字口都 都是特别特别硬的 你看这软绵绵的 就雍正年 年间 如果造钱的 你造出来这种钱 这字就做成这样的 那是要杀头的 你有可能啊 就清代的小朋友 写的字都比这个好 明白吗 这也都是假的 紫币 等一会咱看紫币 这些把这些 就先收起来吧 你这东西你别看 这都是假的 如果这要是真的 那可不得了 可不得了 三十年前 阿姨也用北京的 一套四合院 换过来两块银院 这个是七龙之仪 你看看这个价值 炒没炒过一个亿 北京的一套四合院 那可了不得呀 估计换过来的这个银院 肯定也是银院大真 这样 我先上手抽出来 您可说对了 老板 这个银院 全实际 只有以为 古贫 二十年前 就一定有这 处一千万 这样老哥 这个是广东 双龙素质币呀 这东西确实不简单 对 二十年前 值不值 一千万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 肯定是价值不菲 这玩意儿 在我们银员圈里面 那都是大熊猫中的 大熊猫 对 数量极其稀少 不过刚才听您说 这东西是全世界 只有一枚的孤品 对呀 这一点 不太对吧 以量类 有几个类 这个不是以量类 老哥看来 对这个东西 它有所了解 区别很大 确实 之前拍卖会上 见到的是 酷瓶一两 对 咱这个是酷瓶 七千二分 区别很大 只有一枚 哎呀 有没有一枚 这个东西 我还真不太了解 因为这个本身啊 你看这是光学院宝 晚清的时候 广东的官员 为了拍那个慈禧的马屁 当时专门趁那个慈禧 过大寿的时候 专门做了一些这种 四柱样币吧 也算是纪念币 好像是当时铸造的 有十枚酷瓶七千二分的 十枚酷瓶一两的 但是酷瓶一两的 我看之前拍卖会上 有拍一千多万的 拍两千多万的 这个互贫七千二分的 还真没在拍卖会上出现过 没出现过都对了 这是阿姨以前 用北京的四合院 给他一个老朋友换 四合院 北京的 离天安门也就两公里 离天安门两公里 寸金寸土的地方 那是啊 咋用四合院换银员啊 这当时阿姨年轻的时候 都上北京闯荡做生银 当时年龄大了 因为审提原因 最后不是不赖了吗 那四合院也没用了 四合院没用 他不再 本来卖到来 但是他一个朋友说 你别卖了 阿姨就两块 骨瓶银员 全世界只有姨妹的内容 另外一块 给阿姨手那手里边 那意思 当时老爷子 就把那个四合院 换了两块银员 对 现在是一块 另外一块是啥 另外一块 我不知道是啥 反正也是骨贫 也是骨贫 会不会是那种奉天一两 那优客呢 那另外一块呢 弟弟拿着了 他不卖 不卖 他打叉甲包呗 等于说老爷子两块银员 都给孙子了 现在想出手 缺欠 我都想好了 这种东西啊 本来就是全世界 只有姨妹的东西 如果说价值国异了 我都李妈卖了 不过瘾 我还溜着 哎呦 老哥想的还挺大 是这老哥 广东双龙瘦制币 说实话 我之前没搜到过 见到的房品 也就是假的 见到的挺多 但是啊 以我玩银员 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 您这块银员啊 我看着也不眨针 看你这话说了吧 不整 是不是在这地方 学习签 不是老哥 您先听我讲讲啊 首先啊 这个B面的包疆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不像老包疆 我感觉这种包疆 生成的时间啊 最多 10年到20年 另外一点 鞭词 刚才我也仔细的看了 转一圈 整齐划一 另外呢 鞭词 一点压力都没有 我觉得像这块银员 不是老的 你别胡说吧 我这啥过艺的东西 你管我不是老的 不是老的 老哥您别激动 我只是发表了一下 我的看法 你这样 你再找其他人 给您看一下 你得找其他人看看 走工的水带节 你也不信 技术独种 您好 想弄点啥 老板 给我看看董医 看至早点 准备出手 三年的大头 PCGS评级 MS61分 音源真漂亮 车轮转光 还是个挑滑 法师跟普通的 也不一样 明显的带板别 三角圆 三角欧 家和节里面 有一个小欧 这是 三年大头里面的 名誉品 欧版三角圆 这东西这么漂亮 咋舍得出手 东西哪来的 这个东西 是按公公 给儿子见面礼 公公 给你儿子的见面礼 对 也就是小孩的爷爷 是的 这给当见面礼不错 但是像这东西 可在家里 都是当传家宝留着了 为啥要出手 当然传家宝 二姨都给我都没啥 管你了 还传家宝 没啥关系了 在这碰到啥事呢 准备给儿子 离婚了 过不严借了 离婚 都有小孩了 不能因为一点小事 离婚的 我没有见过 弄虚伟的公公婆婆 天天都不看孩子 光给钱 这不叫人气势吗 公公婆婆不看孩子 只给你钱 啥情况呀 早日吧 我婆婆扯住我小小孩 幼小孩 幼小孩的时候 直到我怀孕了 给我十万块钱 那这婆婆不错呀 你怀孕就给你十万块钱 也难尽 听我说呀 小完孩子之后 我公公给小孩一个前面 你给个这 就这个 对 那这也不错呀 我婆婆又给十万块钱 哎哟 这公公婆婆 我觉得非常好了吧 当然人家说了 嗯 一天小孩都不关卡 不照顾小孩 对呀 我本来吧 我也不是多大 我肯定给孩子 还得看孩子 还得弄这 还得弄假 还得上门 全是我自己一个人 现在一个月 给一万块钱 那给再多的钱 有啥用呢 不是你先 你先别着急 我捋一捋 等于说 你公公婆婆 让你叫小孩 从一开始 怀孕的时候 给你十万 生完小孩 又给你十万 然后呢 就就生过小孩之后 每个月又给你一万块钱 但是不照顾小孩 你这公公婆婆 我觉得这非常好了吧 好赞 你都说他许位不许位 自私不自私 哪有爷爷奶奶 不看婶子的 哪有这样的事 就因为这个要离婚 那肯定啊 我给你阿姨 一点地位都没有 天天都给个保姆 还得挣钱 还得看孩子 不过了 求离婚 不是美女 不能因为这个离婚的 你不是给你的有钱吗 你不想你花钱 雇个保姆也行啊 可能你公公婆婆 年龄大了 她照顾不了小孩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这 就离婚的 再说了这老爷子 给他孙子的这个 见面礼姻园 这多好啊 我跟你说 这普通的元大头 一枚一千左右 但是像这个 PCGS评级 MS61分 车轮转光 还没有流通过的 还是这个三年大头 里面的这个名誉品 三角欧 这个版数量是非常稀少的 你知道这块姻园 能值多少钱吗 那这一块破姻园 它能值多少钱 破姻园 这已经不算破了 距今一百年了 放到现在还跟新的一样 这叫破吗 并且它的价值 我估计啊 现在市场价 应该是一万到两万之间 你要是今天卖了 回头你再想 要这样的 找这样的 那可是难了 这老爷子说实话 不一定找多长时间 才找到这么漂亮的 一块姻园 给他孙子当见面礼 你这随便一卖 那就啥都没了 再说了 我觉得你这因为这事离婚 有点不那个啥 回去好好跟你老公 你再商量一下 再考虑考虑 或者是你跟你娘家人 沟通沟通 让你把你的这个遭遇 跟他们讲一讲 看看他们有啥意见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一冲动就离婚的 那我回去问安杰 我从小都去安杰了 安杰管我做定 对对对 好好跟你姐商量商量 然后让你姐劝劝你 五年前花一碗 没了银元大针 你看看现在能吃多少 银元大针 最起码得是四周样币的 你就是五年前 一万块钱 也买不了四周样币 这样我先上手抽抽 我没的 都是经过拼击公司检订的 而且找的认 都是非常靠谱的认 你还别说 你这两块银元 还真不简单 你看这个 原箱共和 还是千字版的 上面确实有英文的千字 像这种千字版的原箱共和 确实是四周样币 能称得上大针 确实说 这个现在的价值 我估计着两三百万 那肯定得是 一点没啥问题 对 你就五年前 也得几十万呀 打针你不知道咋 下轻软 你还看哪个制作件吗 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原相飞龙 也是非常出名的军阀币 因为像这个原相飞龙 是袁世凯 当皇帝的时候 那时候铸造的 大家都知道 袁世凯当皇帝 只有八十多天 对 机器洗手 时间很短 然后就不再铸造这个了 对 铸造量特别少 但是耶稣伯讲了这指示 但是这两块东西 你说你五年前花一万块钱买来的 这可不太现实啊 就像这个原相飞龙 比这个要便宜点 但是就这个 只要真的 像这一个 现在我估计啊 也得值个二三十万 没问题 我跟你说 打算 我属于简陋的一个形态 简陋 对 咱朋友是开果尔店的 哦 你的意思在你朋友的果尔店里面买过来的 不是的 咱这个朋友开果尔店 他有个不良的时候 嗯 就是好打牌 喜欢打牌 赌博 对 当时他在拍桌上 他已经数了 数工严了 数工严了 然后他手里拿了一块这种东西 他说这种一值钱 哦 他说一个当时我要十万八万的 我说我不给 我当时说 我说俩最多给你一万块钱 他说那不行 我说你不行 你没钱打牌了 你反过来 哦 你不是你别 先别着急 嗯 你的意思 你一个朋友 嗯 开果尔店 对 喜欢打牌 对 然后 就输钱输的特别多 嗯 最后没钱了 然后想 把这两块银元 就十万块钱一个 卖给你 对 我没有 没有 嗯 我说一万块钱俩 一万块钱俩 你这讲价讲的也特别厉害 因为当时我不懂啊 哦 然后 我不是给他钱之后 他才给我教了你刚刚说的这些知识 哦 你的意思最后 这是多少钱弄回来的 两万 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买两个 对 那你这一万块钱咋敢买 这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压价压的基底吗 你就不管压价不压价吧 你对这个不懂 你咋敢买啊 因为这个 他说的经过鉴定公司 鉴定了 买了是保证的 经过评级公司 鉴定过 东西真假没问题 对 真假没问题 然后我买了之后了 然后他说的这个东西 越放越升值 越放越升值 后来呢 我这不是干省医 这都过了五年了 干省医 现在省医 手段有点紧张 我想把它给扁现了 有出手的打算 对 哎呦 说实话 你那个朋友 现在还能不能找得到 对 我早就不知道 杜达去了 找不找人呢 人联系不上了 早 国家店早就不干了 哎呦 那你这算是上当受骗了 不会吧 这简历没了 先跟你说一下 评级公司 咱们国内的这个银员评级啊 现在像龚博 华夏 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也是我们业内比较认可的 然后国外的 有PCGS 还有NGC 这也是大家认可的 但是你这个评级公司啊 你仔细看一下 这是博藏评级 他也是评级啊 这没听说过 像这种属于野鸡盒子 野鸡盒子 你知道是啥吗 不知道 就是专门装假银员 往里边 然后就骗人 还有这种公司吗 东西等于说是假的 那你这样说 他朋友打算知道啊 那他肯定知道啊 他是古玩店的老板 他肯定知道啊 你不这货多心黑吧 老板你认真负责的国家 这东西真是假的吗 这个人顺势几百万 这肯定是假的 我这样说 这就是一眼假 就像这种币吧 我看着 现在我觉得连银子都不是 能找到你那朋友 抓紧时间找 找不到的话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一万块钱 还是五年前的一万块钱 你最好报警 大爷 小伙子你可来了 你给我看看 这个到底是怎样是假的 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还一块黄金 到底真的假的 我猜这肯定不是传家宝 不是主传家来的 不是 这拖着重量不对啊 颜色看起来挺唬人 金黄金黄的 我估计啊 这也就是电镀的金 外表一层 里面肯定不是黄金 黄金的密度 十九点三 就放手上一拖 砸手 这重量达不到 金飙飙的 我都说上当手片了 咋回事 这也就是这哪一块钱 两千块钱 你也会买给你吗 大爷您的意思 您花两千块钱买回来的 不是我买的 这个老板 他叫做迷上这了 迷上这个了 这我们前天去上 谷尔街那个地儿去过 该谷尔街的认识一个人 他都迷着到这样了 会会花了养老金 取过来钱 那两千块钱都去买这个 他的钱几本都花到那个 认识那个人 大爷您老伴一个月多少钱呢 三千 三千 一个月三千 两千块钱就买这个 对 这一个也不要紧啊 不要紧 不要紧 这是很有一嘴的 我叫您看看 还有 还有是吧 没事拿出来 我搓着 我拿出来 哎呦 这一大堆啊 这 你看看 你看看 一个三千 一个两千 一个两千 哎呦 我想说这哪一大块 两千块钱 你会卖的你吗 那是啊 这要是这十八斤黄金 这两千块钱 你这 减掉一点点 两千你也买不着啊 对啊 哎呦 那确实都是金黄金黄的 嗯 这都是假的 哎呦 这这这这金条 这这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没有真的 全部都是假的 我给他说多遍 我咋说他都不相信我呢 不相信你 他都相信那个波尔街 那个 那个人对他说 这是他家的传家宝 这是他家的传家宝 哦 不是大爷 您都看出来 这个真假了 您也觉得这东西 肯定不对 那大爷 他就不 我给他说多遍 他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 就相信别人 哎呦 都相信那一个人 哎呦 那回头你得好好劝劝他了 这不能说 把钱都花到这身上呀 我劝他都不听啊 你哥这点等一会儿 他一会儿改回来了 啊 你当面给他说 我给他说他不听我呢 我给他说多遍了 他都不听 我知道了大爷 您的意思等一会儿 让我劝劝大爷 哎呦 你当面给他说 他都听人家了 他不听我呢 行行行 那我劝劝大爷行 不要紧 时间不会太长吧 哦 不长不长 一会儿都改回来了 那可以 没事没事 我估计啊 他在果尔街上认识那人 嗯 反正也认识时间长了 他既然拿这假东西 去骗大爷 这都不碍事 能找到那人 给他退了 因为你要是说 像这东西 你花个三百两百 你说卖给大爷 其实他也有利润 但是你这一个两千 这么多 这都多少了 这都一万块钱了吗 对不对 一万块钱 这他真是不退 得报警 他还不罢油啊 等他前年都去 还去 还要买 还买 哎呦 等一会儿 回头 我好好说说 好吧 好好地劝劝他 说的 我挥手旧衣服啊 这一回可找到包备了 你看这几块医院 能知多少钱 收旧衣服 你还收银原 你这收得不错呀 来我上手瞅瞅 这不是我另外手的 这是在我手旧衣服里边 反动来的 收到的旧衣服里面 找出来了 哎呦 运气真好 你这运气是真好啊 你收了四块银原 两块都是龙羊 里面还 还有一个照片总场 哎呀 在哪收的衣服 咋能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 里面装这个啊 我有一个习惯 收了旧衣服之后 中西方应能反完里面的斗子 哦 看里面有没有人家遗忘的东西 有没有欠里面 哦 之前 反动来欠 之前翻到过钱 哎 一般人收衣服 也不整啥钱 嗯 行行不公 对不对 他万一里面有四块八块的 那不小景气吗 那是那是 这运气是不错 之前有没有 就是从旧衣服里面 找出来过银原 没有 没有 之前反正来过那个啥 销银币 银币 嗯 那你银币不值钱 是吧 这银原 这葛家里说句实话 都是古董 传家宝 不太懂 说实话 你就 就啥也不说 我肯定知道 葛人家家里是传家宝 然后呢 人家把传家宝 放到旧衣服里面了 那时间一长 可能他就忘了 然后呢 呃 就把旧衣服 当破烂卖了 你说的对 分析的对 有好多的 现年你都不知道有多少 有几百的我都翻出来过 几百的都翻出来过 我跟你说老个儿 你那翻出来几百块钱 那都是小意思 跟这比 差得远了 你知道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跟你讲讲 这两块大头 一个是 民国十年的 一个是民国九年的 哎呦 这个九年好像是金发 法师 看的不是太轻 但是有细细的那种纹路 最主要还是看背面 左边 最上面第二个加盒是B盲 九点钟方向 还缺了一个小内尺 这就是九年金发的特征 不过这个法师很差 跟普通的也就差不多了 价位 像这一个 最起码 1000块钱以上 一个1000 你先别着急 这俩价位是一样的 这十年的也没啥版别 这俩一个1000块钱 这俩就不一样了 这是龙羊 不知道 不知道没关系 我跟你说 这个是北洋龙 哎呦 34年的北洋龙 还是小质版的 龙林有点模糊 哎呀 很可惜 这边有一个戳机 如果没戳机的话 就这一个能值3000到4000 但是现在即便有戳机 也那值个1500到2000 就这一个 这俩还是一个盯着俩了 还是带戳机的 因为银元上面 有戳机的话 跟没戳机 它的价格差异非常大 这戳机炸新增了 戳机是以前 钱庄为了辨别增加 打上的记号 这是100年前的事了 咱们现在也没法控制 我在看这个 最主要的是这个 老干 这次造壁总场 龙阳三剑客之首 状态 说实话 流动痕迹很明显 不过最大的优点是 壁面上没戳机 刚才说了 有戳的价值 就大打折扣 不过这个编到这里 有点小磕碰 不影响 不影响 一点也不影响 我再看看编次 哎呀 编次也没问题 都是穿石薄疆 状态不错 像这一个 估计能值个万二八千的 那贵吗 这四个加在一起 一万多块钱 没跑 那我这一次确实抖住了 你只能按手 就以为天安惹 省业不好 一个月才挣了 行 我才挣了两三千块钱 两三千块钱 不至于吧 包收 你就按三千块钱的话 那你这最起码能顶你 小半年的工资 没啥问题 你说的很对 这一万多块钱 这是白带的 那是 咋弄 这些东西是留着 还是咋不是 我要了干啥 我要了一点肉都没有 我准备出手 你说那个价钱 给您不错了吗 回去我给了媳妇 就马上带她上房间 搓一对 行行行行 那我 没事我给你算算 你可以可以 不拍脸 不拍脸 老哥咱东 山东是吧 山东哪地方 济宁 济宁 咱这离得很近啊 是吧 是的 咱们那边羊手套 不错 三爷 哎呦 假了 老哥 抵账来的 抵了多少钱 三万 三万块钱 这总共加在一起 哎呦 这还是一个苹果级的 江南甲陈 哎呦 53分 但是这个平级的 也是甲盒的甲币啊 哎呦 53分的 批盒的这个江南甲陈 东西对的话应该能价值 一万多块钱呢 嗯 就这一个 但是 这这 这裸币 看起来 你要是外行看起来 感觉 很老 有秀了都 它是两个罐 应该在罐子里面取出来的 但是 这东西是假的 首先这包姜 颜色不对 这个材质 我这上手一看 也不是银的 你听听声音 清脆 是咧 银的声音 它往下沉 有点闷 这种呢 它有点清脆 它往上浮 这些都是吗 都是 跟这 我这样吧 我打下看一下 好吧 既然来了 大头 小头 你这里面还有好东西 广东双龙瘦制币 这个要是真的 那可厉害了 这东西 要是真的 价值最起码几千万 就这一个 还不是一个双龙 这个也是 或几个 这个也是 这都三个了 我的天哪 这又一个 这是大青 这也是大青 还有好的呢 这些 这些 锈没那么大 这一两的 可惜 这都连银子都不是 你看这 不是银 不是银 这要是银的 老板 要是银的 这些 即便不是老的 那咱也不亏 为啥 银子它也有价值呀 现在 交易所里面 银子的价格 应该是八块钱左右 一个克 就这小一点的 这种是 二十六克多 到二十七克 像这种大的 一般都是三十多克 对不对 那就一个 就这么重的 一下 一下 这一堆一堆的 这要是都是银的 这也是 我的天哪 那当时晚清的时候 本身这广东 双龙受制币 就是广东的官员 拍那个慈禧的马屁 做的经纪币 好像龙共 都做二十个 你这个 我这随便一看 你这已经找出来 五个了 我估计 这还有 你看这个还是 这还有没有了 这个还是 弄不好 这是不是二十枚 都在你这 东西不错 东西不错 这些都是盒子币 哎呦 这弄得跟金币一样 造币冗场 没有黄金的 所以这叫易造币 然后你再看一下 成全平级 这一听啊 这属于野鸡盒子 这也不对 既然拿这些东西 给你抵仗了 我估计啊 那肯定是熟人 熟人 认识吧 那回去给他退了 咱不要这个 咱该欠咱的钱 咱要咱钱 不要这个 哎呦 八年 这些盒子币都是假的 假盒 假币 假盒 假币 哎呦 这盒子币也挺多呀 你看这 北洋龙 这个应该也是江南龙 哎呦 这个有点猛啊 这个恶造 这也算属于易造吧 恶造的有两脚的 有两脚的 没有这一元的 这要真是有一元的 也是四处样毙了 估计也得价值上千万 所以这东西 我大致看了一下 没有真的 全部都是假的 不过这都没事 反正都认识他 给他退回去就行了 这个退 退是没问题 没问题吧 但是 嗯 他现在是很困难 没钱 没事 那这都缓缓也行 这东西 老大我给你交个底啊 就像这东西 在股玩间上 一两块钱一个 一两块钱一个 这种带盒子的 可能比他造价高一点 一般也不会超过四块钱 所以这东西 不能拿来地账 并且你是买 你卖没人要 没人要这东西 明白吧 所以 他就是困难 咱困难 咱缓一缓 但是不能拿这个底账 上次他们都说我杀 没了全是家伙 这次我可学说明了 一百块钱一块 没了元大头 全是真的 一百块钱买元大头 这可赚大了 我看你手上还不少 得有几十个吧 来我瞅瞅 总共是三十二块 一百块钱一块买的 这个老板可实在了 我买三十块 送我两块 送你两个 对 老弟我记得前两天 你买的这个银定都买假了 最后还去找那老头 找到了没 找不到了 那老头是专业的骗子 专业的骗子 卖给我之后都找不到人了 找不到人了 那你那钱打水瓢了 打水瓢了 那这一次 咋又买一些这么多银元啊 我反映啊 在路边的人 他老是骗子 卖过都找不着 卖假 这次我学弄了 我说上古玩街买的 你的意思 这些大头都是在古玩街上买过来的 对 古玩街的人都比较专业 他不卖假货 专业人士 不卖假货 这个老板手的 这各顶地都是保老 都是真的 都是老的 都是真的 我看上面也可老 可老 可老 你肯定是经常看我的视频 对 然后一块儿圆大头 给价值上千块 对 一个一千块钱 我这一百万块钱买的 不是坚弄了吗 老弟 我上一次的钱不过来 那是 老弟 你有没有想过 刚才你也说了 这古玩街的这个人呢 他都比较专业 对这些东西都懂 是不是 对啊 那他懂的话 为啥一百块钱卖给你啊 他说了 对我 看着比较有演员 我对这个演员也比较感兴趣 他说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便宜卖给你 对 哎呦 让我捡个漏 我给他说上次 我上他手片了 他说叫你补偿给你吧 这 不是老弟 你先稍等一下 就是 等于说你之前也没见过他 没见过 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就你想一下啊 一个大头 真的 这要是真的 一千块钱一个 这一下三十二个 三十二个如果都是真的 那都三万多了 然后你花了三千块钱 弄回来了 他一下给你三万块钱 我给他说 我被骗了 我收了没多少钱了 哦 他算是比较同情你 我之前给他说了 我都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就买这么多 对 哎呦老弟 你光买银元呢 你对银元都不懂 嗯 你还要买 你在古玩街上 那也买不到增货呀 你套的价格都不对 不是 这个大哥看着 坑面上 行行行 我们不要的时间 偷得来 咱不讲其他的了 嗯 我下面给你讲讲这些银元 我看了一下 你这些银元 可都是特殊版别的 嗯 你看一下 这上面带签证 你有还没足处的 这一个不得 卖一二百万吗 戏两百万 你说的都少了 嗯 就这品箱 如果真的 不得只四五百万 那不发财了吗 发财了 这一个三年过年 这四五百万 这手就上哪 你先别着急 嗯 你看这个 又一个吗 这苏维埃的 嗯 这个便宜 便宜 也是百万以上的东西 这个也百万吗 只要是真的 这也是苏维埃 这个是签字 哎呀 这个也是签字 你你找找看 这里面有没有普通的 这全部都是签字 苏维埃 这个也是苏维埃 这也是苏维埃 这也是苏维埃 这是签字 看到了没 嗯 你这里面 你觉得有普通的吗 这老板对我好啊 叫他家的全家包 全给我 别别别别别 老弟 有没有考虑过 嗯 因为像这种签字版的 四周样壁 嗯 民国有没有出招这么多呀 全在他手里 并且一百块钱卖给你 咋想的呀 又假了 你这这么多东西 我跟你说 你别看都是原大头 嗯 如果都是真的 那价值那么好得上亿 那真的上亿的 你花三千块钱 你买价值上亿的东西 你觉得可能吗 不可能 都是假的 并且连银子都不是 又被骗了 哎 都被骗了 以后你 我跟你说老弟 你对银元呀 我跟你说 你对银元银定不懂的话 别买了 你这不是挣点钱 你这瞎胡闹啊 是不是 我想想他国家里 他转业的 不会骗我 你国家里也不行啊 你开玩笑呢 一个几百万的东西 一百块钱卖给你啊 他跟我说 保值可劳 好了好了好了 东西 我跟你说 你拿回去玩吧 能找到他 看能退了 给退了 不能退了 你就拿 我跟你说 这个他跑不掉 这个他有地 我百万买了块 找到他 能找到 我现在都去找到 我也得骂他一顿 你要是能找到 那就能给他退了 退了 我给他守护为骗为 就是少退 赢你点钱也行 少退 我也得要他配钱了 我给你帮你帮我